我是你的教練梁哲瑞 今天我將教大家做一個全新的體能訓練方式 以往你在下大雨或天氣太冷的時候 你可能沒有辦法出去外面訓練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在家做一個簡單的體能循環 今天我將帶大家用三個動作 完成三組循環 在這就可以達成一個很有效的訓練喔 第一站 我們第一站要做的啊 在這個地方 我們會做前後的弓箭步 那每邊會做30秒 兩邊加起來總共一分鐘 第一個動作就是訓練你的腿部肌群 接下來第二個動作 我們在這個地方要練的呢 是你的棒式點尖 訓練的是你的核心肌群抗旋轉能力 因為跑步不斷在抗旋轉 所以你必須要讓你的抗旋轉能力非常好 對你跑步非常有幫助喔 接下來最後一個動作 我們剛剛練完了腿 練完了核心 最後就是練一下敏捷 我們會在這些腳椎上面 做快速的左右移動 來做換步的這個協調性的敏捷訓練 三個動作完成之後 我們即將再回到第一站 那持續這樣的三個動作循環 總共維持三組 在三組之後 我想我待會應該會喘息息吧 OK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 我們待會準備5秒之後 就到第一個站 準備 不在的 我們在這裡 不在這裡 我們來越來越來越好 一下 在這裡 我們要買點 不在一起 出現 要來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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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次 我們應該會 unload農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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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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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